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市政千头万绪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异作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一起监督基隆市政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七组区市议员张耿惠张艺作 谢谢民意的组织人小金 还有我们冠宇 其实我们中佳电视台 及吉隆电视台的各位好朋友 还有我们网站收视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张耿惠 大家好 张艺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陈冠宇 主持人 然后我们的老大耿惠一作 然后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 现在是午安吧 我也不知道 会重播很多次大家好 会重播很多次 好 好 冠宇好 那今天真的很特别 因为这热腾腾我们的罢免案才刚出炉 所以我们就这个议题来探讨罢免结果的省思 我们先请我们的耿惠一作 谢谢 刚才主持人所讲的罢免最热腾腾的 我也想今天拿的这张联合报也是热腾腾的 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的10月17号的联合报所写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情况 那个联合报里面是怎么讲的 林又昌称罢免 罢免非常大 非常大 蓝崩 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 然后我想这边里面蓝怎么讲 都说 最近基隆市 等于是说 把基隆市搞得天翻地覆 然后 让 不是因为林又昌始作俑者 不是林又昌在操作 这是那个联合报所讲的 那个 始一开始 始一开始的时候 当罢免的时候 开始就打着我们的 那个公民团体歧视 然后再 再掌握动员民进党 动员帮忙联署 然后就里面还有 包含 最后 让全国都感受到 都收到的各项简讯 然后网络 媒体 然后这些 这些资源从哪里来 这个是联合报所写的 资源从哪里来 然后 谁不知道是林又昌 以民进党秘书长身份 在做 总操盘总动员 这个是今天的刚出读的 然后 国民党 主席 力若再搞恶霸 难扬言 占到底 那意思是说 国民党也不是 称赌那个黄国昌主席 所以不是加速的 然后他也讲过一句话 罢免 让罢免 为罢免制度 更完善 更周延 才是 回归 民主的正道 我想这个我蛮认同的 为什么呢 一次罢免 我们来看这一次罢免 这是反对罢免 季节罢免 总共要花多少 这是国民党的文献 我收集了 为什么会留 不是两千户 为什么六千万 罢免一致成功的话 这一次所有的 罢大概两千五百万 两千四 两千五 我这统计是两千五 然后 他为什么六千万呢 因为你要是重新再选 重新再选 你罢免成功以后 那三千五是从哪里来的 我追踪的结果是从 我们上次 就是韩国瑜总统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 基隆市所发费是三千五百万 所以两千五加 三千五刚好六千万 所以这个文献也是六千万 是来的哦 那我们来看这次的罢免 这次的罢免我想我们总 选举的总人数是 三十 三十一万七百九十七 那门槛的话 要过门槛的话 一定要七万七千七百票 等于百分之二十五 那我就要从这边来讲的话 我想 想到我们这次罢免的话 就以谢市长在当初在十九届的时候 十九届的时候那时候是三十一万七百九十七 谢市长当时得票是九万六千七百八十四 当初的投票率是百分之五十二点九二 那同一票也跟西奥要达到七万七千六百九十九票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整个是不是在整个显霸法上 我是觉得是西奥 西奥才修订的 除了浪费我们的行政资源之外 刚才所讲的 这六千万 只是说在我们行政作业上 整个西奥发费 包括投票票所等等 包括那些人员 不包含那些公司 那些产量的损失等等 还是给那个薪水等等 那些都没加进去 那至于罢免的话 对于现任的公不公平 我想的话我们来讲 当初谢国梁市长在十九届的时候 是九万六千七百八十四 那他门槛就是七万七千六百九十九 就给他罢掉了 百分之二十五 那等于说他九万多的票 你七万多的人同意 就可以给他罢掉 为民对于当初我们 那么多人支持谢市长的话 你未到那个数的话 就可以把他罢免成功 那就想到我们 村里来讲的话 某个七某个里 他的选举数只有 三百一十九三百一十九票 那来讲的话 那你若是说一百分之百分之一的话 是不是三票 第一阶段就过了 第一阶段等于说提议人就是三票 等于我一家一口子三个人 就可以提议的话就第一关就过 那第二关的话若是说按照现在的显报法 百分之十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等于是说 若是三百一十九的话第二阶段等于多少票 三十 三十一票 三十一票就第二阶段就动过 那第三阶段的准备就嫌疾了 我想准备第三阶段就嫌疾的话 结果可以给他罢掉 就是七十九点七五人 那四十五路的话就是 好这算八十 就可以罢免这个里长把他罢掉 那每天就是生活在你罢我 我罢你 只要我看你不高兴 那就把他罢掉 那这个等于相对的 一样是让我们社会的成本 然后我想在 为什么当初我们整个台湾 认为说过于险阱平凡 每年几乎都在险阱 所以说在民国 就在2014年的11月29号的时候 我们台湾实施了九合一险阱 意思就是说把所有地方上的险阱 把它 统统把它险在同一天 那中央就是一个总统跟立法委员 这意思也是说希望不要过于平凡 选举过于平凡 那至于这一次罢免已经结束了 既媒体这样报导的话 可能又要往那个我们新竹去 准备再罢新竹的 我想这样每天这样生活在这罢来罢去 也不是好办法 对所以就是反正只滥用罢免权 就是一座提出了 就是要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修法还是中央一定要迅速来修法 是 那对于这个失控的政策 其实罢免案会出来 其实有一些政策 不让民众很如意 我们要请教 关于 好 我先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应该是应该是这一次罢免案里面 唯一一位就是完全没有在做任何动作的议员 就是不管是在支持罢免或反对罢免 那但谈这个之前 其实我觉得我要先回应是说 我基本上是完完全全反对 就是国民两党 不管是过去的民进党 或是此刻的国民党在讲说 罢免本身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这件事情 我是完全反对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要问观众朋友 也可以问问看就现场大家是说 就是当我们希望台湾维持一个民主政权的时候 我要不要把投票当成是你每天在想你午餐要吃什么的这个问题一样 就当我们每天在烦恼我的午餐早餐晚餐要吃什么的时候 那投票要不要也开始这样子烦恼 就是我现在又要投票了 那我到底要投给谁 我要投什么 过去以来基本上台湾人不管是基隆士 基隆士当然这一次第一次经历罢免 可是我也期待后续还会有其他的罢免案在发生 我必须老实说 我们不太容易去决定一个 我们选出了一个民意代表或是一个县市首长 但是当这个民意代表或县市首长他做的状况 你不满意的时候你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声呢 发声的方式不一定说要让他不连任或是要让他在任期没到之前就先下台 而是我们没有一个表达的方式 你当然可以透过民意代表去表达 可是也要问民代到底代表谁 你选的民代你觉得他代表你吗 如果今天在台湾投票率日渐往下掉的情况底下 我们目前台湾投票率已经慢慢接近日本 就是我们现在投票率了不起 就是五成再多那么一点点 甚至可能到了下几届的地方选举或全国大选 我可能会下降到五成以下 这完完全全反映了一件事情是 尤其是青壮年或中壮年 我开始越来越不知道我的选票到底代表些什么 当我我可以选出一个政治人物 但是然后他会掌握我的权力控制我的生活 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经济 但我如果要反对他的时候 我到底要用什么工具 罢免法选罢法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门槛 最大的门槛终究在于说公民怎么去进行思辨跟认知 你投的选票在投什么 今天罢免法虽然你容易提出 可是你终究有一个门槛是你的同意票要高于四成 并且高过于不同意票 所以简单来说 他比一般的选举他又多了一个限制在 如果你的同意票门槛没有到 不好意思就算同意票比较多你还是无效 他有一个限制在同样的 你要再进行重新的选举 让我作为一个现任的名义代表 需要被名义给考验 知道说我有认真在为民众服务跟办事 所以希望大家让我的位置继续往下做 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你只要选出来的民选首长或民意代表来说 他都应该要被检视 我必须说我们台湾的台湾人绝大多数大概不太习惯去检验一个政府或政策 我们往往看到的台湾绝大多数的政权是全球大概只有少数像台湾政府一样是我的政权可以一段一段的延续 从爸爸到儿子从儿子到孙子 孙子选不完到选到真孙去 但你要问说我们期待家族政治不断在蔓延吗 我作为一个没有家族背景的公民 我应该要去仰赖家族政治或政党政治吗 从头到尾我期待的这场罢免案都是在议题上面对话 可是后来为什么我对罢免案完全不发生了 就是你就会看到是说当连政策资讯都错误的情况底下 真的会不太知道怎么谈论他 甚至当最后变成两党国民两党在对决的时候 你真的要问如果你已经不再那么喜欢政党政治或颜色政治 我作为一个基隆人我到底要用什么做选择 你倒在这一次罢免案里面凸显出一个最大最大的矛盾跟问题 就等一下我会讲的 我们对于政策的了解跟工具真的很少 我们过去的公民教育不太有人在教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政府做的好不好 首先我想先带大家来看 前阵子应该要好好讨论 但是刚好遇到灾情跟罢免 所以被冲淡掉的2024年的天下杂志的永续城市大调查 这份简报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必须老实讲 这个天下杂志作为一个台湾数一数二的大的报章媒体 他们每一年都会公布幸福城市大调查 每一年他还会把我每一项应该是59项的分数 每一项全部公开出来 可是我相信很少人 甚至我相信政府的幕僚都不太会去看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 那当然基隆市是吊车尾 我们不只是今年吊车尾 我们已经好几年在零前市府时期就是吊车尾 然后一路到了今年 我们总算变成最后一名了 可是那个问题就是当天下杂志每一年都在告诉你考题是什么的时候 那你作为一个市政府 你有没有想要认真做答 你作为一个公民 有没有想要要求你的民意代表去告诉政府说 这个政府都不认真答题 这是对的吗 你可以看 这个永续城市大调查里面有优异的指标 里面第一个最优异的 真的最优异的 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市府一直在讲行人友善的数字 我们在今年的调查里面 30日内的那个行人史商数 下降全台最多甚至超过六都 他不是非六都全台第一名 是包含六都全台第一名 而且我们足足高过第二名几乎是翻倍的数字 第二个也很厉害的数字在医院 那个医疗卫生健康面向 我们的污水处理率是非六都第二名 基隆人普遍会有个思想 会有个认知说我们的填料很臭 可是你看到资料就会知道说我们的污水处理率是非六都第二名 我甚至可以去跟六都比了 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数字 然后第三个也是很厉害的数字 我们的无障碍生活环境也是非六都第三名 这意思是说你在公共空间 你可以轻而易举的享用到无障碍的生活环境 你作为一个障碍者在这个城市生活是无虑的 但有没有银改项目 当然很多我列举几个 第一个是长照服务率 我们是非六都本岛的第二名 其实非常的惨烈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 这个数字我看到我也蛮惊人 就我们基隆市的酒驾违规死伤人数 是非六都的提升数 是全台第二名 意思就是说我在非六都的县市里面 我针对酒驾造成死伤率 居然是提升数量第二名 代表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第三个就是经济面向 大家最在意的 我们的盈利事业面向的成长率是全台非六都的最后一名 就我几乎 对不赚钱 就是我没有什么在开盈利事业的 就是我的盈利事业的那个成长数量非常非常少 代表你开得起的店面非常非常低 那这个当然普遍会跟基隆人高度通勤很有相关 可是那问题就来了 我考题就在这边 那请问市府应不应该认真做答 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年 包含林优昌市长 没有任何一年在认真回应这些数字 到底为什么那么低 然后每一年就在说我们积极地专注市政 或是此刻要面对些什么 然后就把这议题冲淡掉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公民在进行一个城市的检讨啊 我再回到这几个问题的施政 我这个我先这个我稍微讲快一点 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多人会问说 那7楼到底要不要开放停车 就是你看你可以看到你随便跳过这些景 就会看到7楼停车的乱象 那我们明明在去年的时候 市府通过一个自治条例 但根本没有认真执行 就是7楼管理使用自治条例 意思就是说我希望7楼都可以开放给大家通行 然后并且维持一定的进空 然后该开放停车就开放停车 但是我相信每个观众朋友可以去想一下 你家附近哪边的骑楼是有合法开放停车的 你扣掉市区几乎寥寥无几 因为这个政策根本没有在推 他就是唐突的开放一些门牌 然后说这几个门牌前面可以停车 但附近那几个又突然不能停车 然后他没有一整个路段去调整 那民众无所适从 会不会有民怨 当然会到现在这个政策到底要不要往下推 还是你要放弃他都不知道 但市府又一直一直在推骑楼的整理的时候 那你的骑楼使用管理自治条例 在哪里跑去哪里好像就不见了 第二个就是 你知道在这一次投票 我觉得给谢市府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讯 是当时的谢国良候选人 想要用青年电动机车来回应青年的议题的时候 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完全失败 原因就是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反罢免的团体 或是在这一次的投票民众里面 有蛮多的通勤族是返乡投票的 我自己在我家这边看到很多我没有看过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特别回来投票的 那当然你去看反罢免的罢免的团体方 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 那个问题就是说当初青年电动机车到底想要回应什么问题 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未来真的整个做下来 他可能就是超过30亿 因为我的那个约资费补助项还算不出来 这都是概括 那30亿的政策他到底要造就些什么 当初的政策目的是为回应就业问题 可是你作为一个青壮年或中壮年 或是你可以回去问问看你家小孩 我给你一台电动机车我可以回应什么就业问题 我要处理的就业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的政策的概念比较贴近就是 我为了让青年人降低通勤成本 所以我给你一台机车 然后让你可以骑机车到临近的地方就业 但你在基隆市你真的要就业临近在哪里 最近在戏子 但你去看电动机车费率的设计 就会知道他骑到戏子他不到 他可能10天左右 他的费率就超过了 他就要开始负担非常贵的超额的月资费 这个是像很多拿了这个电动机车年轻朋友在抱怨的 就月资费本身的设计终就业者要赚钱 所以你虽然可能免费拿了一台车 但他会用月资费把你赚回来 所以最后你只能做一种方式 就是我骑机车到临近的火车站去搭火车 可是问题来 在台湾 台湾这个国家是汽车的那个 拥有成本非常非常低的国家 我们几乎就是你在18到20岁左右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买人生第一台机车 甚至就算你没有买 你家也会有一台机车可以骑 他只是他可能是燃油车 所以我如果要回应骑机车到临近的火车站 或客运站去搭车 我本来就可以啦 我本来就办得到 那请问就业问题要怎么回应 所以他终究他在处理也是通勤问题 可是你会知道当现在国道客运的司机缺 然后几乎你没有办法一般就上车 你要等到两台车三台车 你的上班很难回家很累 回家很辛苦的通勤 客运通勤问题有解决吗 没有 公车的问题有解决吗 也没有 这些都是通勤的 通勤问题根本要对待的 就是大众运输 所以30亿你拿去送电动机车这件事情 他到底怎么回应就业问题 你要回应什么问题 不要再改目标了 他是没有办法回应就业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会有名愿 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也看这个政策会是满头问号 我要不是我自己在基隆工作 就是我今天我如果还是通勤主 我真的会 这个电动机车我大概就给长辈起 就是给我的家人其他可能买菜 我身边有好几个年轻人就这样跟我讲 因为那个月资费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他从暖暖骑车到海大 他这样每天骑 他不到半个月月资费就超过了 他要负担的超额的月资费 他换算成油钱 他会是油钱的两倍 对 非常非常贵 所以月资费的争议在过 大概明年开始就越来越多 你就看到那些电动机车都不是年轻人在骑 他就给他爸爸妈妈骑 所以后来我那个朋友也是这样做 他说我骑回邮车 他说好险我当初有 我家里还有另外一台油车 就是他可以让他去上班 那请问他要回应是什么 你真的要回应问题 我真的要再回来讲这件事 我几乎每一个节目都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房价 这个这个建案 这个到处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广告 就是某某上层 就是他在暖暖区的房价就一路开到42万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42万 他最低的房价是46万 一瓶46万在暖暖区 高楼层开到一瓶56万 那年轻人房价买不许的问题 请问政府要回应吗 目前到此刻第二年了 市府没有提出任何社会住宅政策 请问青年政策到底在哪里 你可以看我们金融市这是最新的数字 我们的空污率真是节节高升 每一年我都会把这个 全国第五 对全国第五名 全国第五名 很厉害喔 金融市才这个弹丸之地那么小 但我的空污率可以到全台第五名 就知道多少空房子在闲在那边卖不出去 就是买了他不释出 再看这数字 全台湾只有金融市这样子 我们的新城屋五年以下的屋龄 上半年 112上半年的比例 就是空屋里面你的屋龄是五年以下的 112上半年的数字 有接近一半都是新屋 都是新房子 他没有要卖掉 那请问那些买来的人干嘛 不就是等来炒的吗 等来赚的吗 那请问年轻人到底要在哪里买房 还是你期待年轻人就不要坐在基隆 不好意思你们外来去住双北郊区吧 我举个例子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例子 我那时候在 因为我是外地人 我是搬进暖暖 开始暖暖工作 一路到现在 我那时候在板桥租屋大概是四年前 我在我一万五的 那个租金也可以找到一间 也是空屋 细子一万五 也可以找到一间 也是空屋 那时候我大概在 大概三 几年前我忘了 我只有搬到暖暖区那时候 暖暖区当时的房价 空屋我已经是一个月一万五了 那问题就来了 我住双北郊区不就好了吗 我在基隆市 我那时候怎么找房子 就是怎么都空屋 然后真的很潮湿 而且真的都很 屋龄都很老 屋龄就是五十年以上 那我在板桥细子 双北郊区 我还可以找到屋龄可能四十年以下 甚至三十年以下 租金可能接近差不多 或是贵一点点 但我可以省通勤成本 然后我周边的那个 更加的方便 那我为什么要住基隆 问题就跑出来 那请问 那个居住正义的政策 青年最灾业的居住政策 是否什么都要回应 目前还是交白卷了 世代正义的居住正义 他其实是个世代剥削的问题 这我就快速讲就好 为什么年轻人对于这件事情 那么有感 你可以去看一个论文 其实是他其实是去年才出来的 就是他的论文名称叫十四兆英雄 就是他在研究台湾的个人所得 里面有一个数字是这样 2003年那时候全台湾的房价开始上涨 但是1978年到1993年 就是我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我们的平均的所得跟资产的所得 都比我上一个世代更低 意思就是说当房价开始上涨的时候 是我们这个世代 就是1978年到1993年 大概是30来岁的青壮年 我想要成家立业的时候 房价一直在上涨 所以涨到我根本买不起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解决世代剥削的问题 市府应该要更积极的提出居住政策的问题 不然当我这一代都开始买不起房的时候 请问我的孩子会买得起吗 请问观众朋友 你们家的孩子或你家的孙子 你觉得他未来买得起房吗 还是我们今天就打破不要买房的这个 不要买房才能成家的这个传统思维呢 这件事情我真的已经讲了非常非常久了 就是居住正义 你应该要去提出一个租赁政策的 租赁的住宅政策 然后我们的差别税率 你什么时候要开始使用囤房税 然后我们剩下的设宅 目前基隆市只有在七堵区 就是耿惠大哥的选区 有光明安居 大概450户 但我剩下那时候中央说基隆市至少要1000户 我剩下的551户的社会住宅在哪里 不要再跟我拿包租贷管来说那是社宅政策 那根本不一样 因为包租贷管的房价跟租金还是会上涨 所以要的就是你直接给我盖社会住宅 就是那请问当基隆市一直在想要发展 炒土地炒捷运的时候 请问社宅政策在哪里 这其实还是年轻人最在意的 那这些东西你一直交白卷 然后你一直要拿青年电动机才回应 这个青壮年的世界 就会跟市府的世界有蛮大落差 是这就是这一次罢免当中呢 其实很多青少年朋友或是壮年朋友 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跟疑惑 所以这会产生了这一次 那至于罢免其实还衍生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像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刚才也有提过 我们要请教梗辉一座 我想整个对罢免案 刚才我们陈冠宇一言也谈了很多 那就在民调上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罢免的话 当然社会资源浪费的非常多 然后我在这边我也很尊重 我们罢免年轻人你们的意见 不过在这边我想建议的话 罢免的团体啊 应该要以公正公平 不分族群不分党派 也不能因个人而异 那吉利来讲的话 理事长上任以后很多的政策 他跳了票啊有没有人去讲他 谢市长上任不到一年就开始 一直有一直在印度要罢名他 我举例来讲 这个都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2017年3月17号 这个是林市长重大的政策 那个刚苏蔡从统 苏浅院长交通部长林嘉隆 蔡世应委员 跟地方上的民进党的很多的议员都陪同 在我们东岸那边 那个我们现在基隆广场那边 宣布 宣布2022板南县一定要通车 结果现在2024通到哪里 这已经严重的跳票 有没有人去讲 没有 8年的下台也没人讲 这个当初他的文献 市长的选取文献 上海县 要制造的 还要做投资啊 2500亿的投资啊 吸引300万的游客啊 搞独一无二的上海警的 缆车 这请问在哪里 8年的卸任了 当部长以后 也没有 根本看不到 来 货柜厂大协程 这也是多他的任内的时候的证件 8年了呢 卸任以后都没人谈 那个 卸市长一年不到就开始在运作要罢名他 这样公平吗 我也没有看到我们罢名的团体在讲他 这一张包括林子佳董事长 他美丽岛那个 都在谈了很久的五大弊案 五大烂政 林市长的五大烂政 就是东岸 城市的转运站 还有田径堂 还有 那个点 生命点展馆 外加一个 宠物银行 宠物银行 毛病 这重大的那些切施 甚至于追加经费 甚至于城市转运站 市市变更 我们议会知道吗 不知道 这些有没有人去查 公平吗 我讲社会要有公平公正 这样 市民才会辅 然后外加刚才 我们 陈万怡讲的我们长照 非长照非六都第二名 我想整个来讲的话 于我个人来看 金贵 因为我们不是六都 金贵跟硬体的设施很重要 即来长照 他就要广大的土地来施盖 我们 请问我们七龙市多山 多海 我们是海 海山比较多 盆地根本没有什么像宜蘭那么好 还是像那个彰化 宜蘭 土地都那么大 农地很大 要来盖那个长照设施很简单 设施一定很好 他所盖下去 一定 老人家 长者在那边生活 哇 那么大的土地 来设施 设那个长照 这一定非常好 我们请问我们金贵是哪里来的 那么大的土地 所以说整个在评比上 我是觉得是 当然对我们金贵是 先进条件就非常不足 因为 我们的金贵是生活 大概10亿万往汐止洋去工作 汐止以来 汐止啦 台北新北市啊 台北市也好 桃园也好 每天他们上班上下班都在那边接触 除了回家 起床回家以后 其他都是在那边生活圈里面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哎呦 东台怎么都很好 人家见识又好 他不知道经费 到底我们金贵是否 分配到的经费是多少 所以在评比上我也觉得很多是 切少一些公平的 所以说来讲的话 这些都值得我们 在整个 当然啦 天下杂志跟演技术 我也是希望市政府 当然你们团体要去 有则改字无则加免 对于我们的一些切施 我们当然要细心的去接受 未来的话 针对刚才冠宇讲的很多 我们金贵是很好的政策 行人改善的啦 我们幼儿那些设施啊 哎 谢市长都是 都独创了 像行人改善就是 我们基隆市来讲是首创的 那也不 那也不错啊 那很多他做的很好 有个室内儿童的 眼下也看得不错 以后我们关于赶快 结婚生孩子的话也可以去 那房价趕快下来啦 享受得到 要先把房价下来 我想的话 当然我一再说 刚才主持人问了 整个社会的真的是 费资源会让人会很多 我想到未来的话 这些成本 你们未来中央在 我们希望说我们立法委员在 中央你在修法的时候那些门槛 是不是要放 放严格一点 而且对一些 提议人要罢免的幕后那些人 是不是要去查清楚 现在说完以后 吉隆罢免完以后 听说要往汐止去罢免了 新竹 新竹罢免完以后 他又跑到哪里去罢免 天天是不是 是不是都在搞这个罢免就好了 所以在罢免整个门槛 未来没有罢免成功 你去登记罢免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要交保证金啊 社会成本都要让 之前都每天就只要去选举 就会有所就会是浪费啊 那一年一年到底只要超过一年 那随时可以罢 那个里长做一半 然后你第二阶段已经通过 第三阶段就像第三阶段冻结了 市长就冻结了 人事都冻结了 就不能动了 里长在想 我这我就要第二阶段都过了 我准备 准备大楼而已 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 不管是施政也好 还是里里面的运作也好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 那我是建议还是说 希望中央能够技术的来 积极的来修法 所以可以看见我们的罢免案 其实点出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 比如说像是政策方面 到底要注重的是什么 另外就是还有罢免法的 这个修法的一些 大家不同的观点 那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的是 民众比较有感的 就是我们的山陀尔台风 这一次对基隆来说 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 淹水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 就是钱 钱 钱 其实都一直累积下来 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一段影片 看一看这些神奇的状况 除了八堵路因为淹水封路之外 还包括了堵南一制一道路 也因为暴雨造成地下道淹水 危及车辆的行车安全 由公务处进行封路的动作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和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养护工程科科长简易哲 也都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简易哲呼吁驾驶人 行进这些淹水封路的路段时 要特别注意 市议员张耿辉则要求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和环保局等相关单位 要好好检讨这些淹水封路地点的排水系统 以及水沟清淤等问题一定要改善 这早上的一大早的暴雨造成了我们基隆市很多的地方严重的积水 那我想这个值得我们公务处环保局相关单位要好好的来检讨 是不是有这地方的缺失做得不够完善 即时来的大雨导致了七堵 堵南街一处跌到寒洞 积水大约50公分 一辆拖板车想要强行通过 没想到却突然抛锚 警销在下午3点半接获报案到场 协助交通管制并拉起了封锁线 金融市长谢国良在得知之后 立即赶到现场了解处理情形 大雨来的又急又快 好在寒洞的积水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逐渐退去 你可以看到就是同一个地点 其实刚前面那半段是105年 也就是8年前的影片 然后现在刚刚看到后面 这是今年发生的事 所以同样的地方其实都有淹水问题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耿惠一座 谢谢 我想针对我们刚才看的影片 是2015年的九月份 九月份相当于就是2015相当于104年 也刚好是我们林市长上任的隔年就100年 他是103年的12月20号就职 等于现在回过头来 再看看我们现在是2024 已经大概9年了吧 同样的这些问题都没解决 我比较觉得遗憾一点 就是说 市长以前林前市长在我们蔡总统的飞驾 他算是一个大将 又完全执政 然后中央的话整个字眼很多 那既然说在任内的时候 任内 都对于这些淹水都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非常可惜 已经9年了 现在我们刚放出来 也是这样最近再又发生 那我也去找这些到底你们铁路级 他上面是铁路级的公务段他们负责 他说草过于影响到排水我想的 那市府他们也积极啊 像公务处他们也说 真派的每当这个没解决的话 就真派的抽水 抽水机啊 一下子的话就抽水 但是有时候一代以来的话 你其他的一些根本 你要怎么解决没有去找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出 所以这一次我对于我们市长 他这一次的作为 我觉得我个人会表达肯定 为什么 我等一下跟我们四秒朋友报告 这一次山多尔台风啊 是我们78年了 等于78年的新高 创下了我们气象战啊 突破爆表 这等于单日一样的408 那对于谢市长当初作证 马上迅速的作证 因为是罢免案的 这也不是因为罢免 他平常的话 该做的他做的 该开设就要开设 开设的跟罢免案 绝对没关系 很积极的 非常非常的积极 我讲一个积极 等一下我后面我 我再跟大家报告 他救灾指挥中心 然后 这些淹水 中正几乎 我相信那个 冠宜也很清楚 这次淹得蛮厉害 而且你们那边 很厉害 这些 台风 这些我们也看到 社区里面 哦 这个是重串 市长 马不提琴的 一直在勘灾 勘灾到新风街 那边也告诉了 希望能够 因为别的县市中南部 都放了大概四天假 四天假 包括六日大概 快一个礼拜 我们基隆市两天 他希望说那时候正在 台风驾驶的时候 马不提琴的指示 事务团队 希望能够在星期一 新风街那时候通 也确实有通 通车 那时候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 这个都是他当初一直希望能够 包含我们整个豪大 在抢灾的时候要求 市政府我们相关的 务必家庭赶工 那从这边 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务团队 市长的积极 尤其那个 我们马林地区的马东地区 我那时候在A5B有报导出来 今天早上出去 下午找不到路回去 里面有商户 东西就放安来 食用品都在那边 当初我A5B有call出来 市长接到以后马上信助 不要让他回家 没有家的路可以回去 马上 信助到现场 而且区域也就到 我那时候又赶回去 市长来看到你早上call到A5B 马上过去去一去 隔天一天通了 那这些市民都很感动 包括里长251都有报导出来 我只是说几例说 他对于是勘灾的信助啊 而且他人做的 四五人做的他也做到了 那后来南美亚已经后续了 后续的状况会是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有些是牵扯到私人土地问题 私人土地当然你有保管职责 你不可能 关于我们不可能说私人要求市政府去做他的 还有灵物级的 国有财产级的 这些就造成 因为我们基隆市是多山多海 盆地少 那往往的话经过地震好大雨的时候 若是我们相关单位 中央相关单位该负责任的 你例如灵物级的该去行事的该去做 那富坡该做防护的工作 你一直没在做尤其我们山区的 那讲到都是私人土地 若是有因为急时急需要危险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紧急状况要处理的 甚至于他们会找济湿器 因为有些人他法条比较清楚 他又不可能市政府来做这些 他们可能会申请 即使我像厂话柱相关单位来申请 我希望这个也是一个需要 未来我们市政府 即使要做的一些法条的修订 即使他有需要说 马上制定 马上紧急的时候 让他搞一个做防护的措施 不要一拖再拖 拖到下来的时候 都是豪大雨再来的时候不得了 会影响他们的安危 所以这也是说 我对于此次山多额台风的看法 这就是急需公部门急需 要完善强降雨的阴翼措施 那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公部门的土地 还有私人的土地 我们要请教冠雨 是不是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 好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 从前面的罢免案到现在 我们在讨论就是治水 就是防洪的政策 就是就会知道是说 其实所有的政策 一定都是延续性的 那罢免投票完了 其实我还是会有个期待 是希望每一个你有去投票的公民 或民众或是团体 你应该要持续去看 你家生活周遭的 名称基础设施 那防洪治水 这件事情就是很好验证 民生基础设施 有没有做到的地方 它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那我觉得就要从不同地方看 那这个案件 其实我已经 我在去年议会就开始在讲 就是某某上层 就美丽上层在开发的时候 你都写出来 其实都写出来 它当初标榜其实是南港到 就是基隆到南港18分钟 然后科技朗带新核心 然后房价就刚提 它已经是一瓶四十来万 五十几万在卖 但它其实当初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很担心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Google街景 就是你可以看到当初的街景本来就是一片山 然后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开发案的 到我们2022年然后过了2024年它竟然动工了 跑出一个空地 好这个空地就是美丽上层把山挖掉之后 它本来山体的含水量 就会是直接往下跑 那它怎么跑呢 这个是营造厂昨天提供给我的 他们的排水工的路线图 这件事情在它还没开始挖之前 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怎么排 当初这个建案是林前市府时期的最后两个月 他核定他补造 并且跟他说他可以依照旧法规不用送水保计划 不用送水保 当初开发商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直接跟民众讲就是我依法不用送水保计划 因为我是民国82年的建造 这个建造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大 现在算一算应该29年 你就会知道29年的开发计划放到现在来看 是一件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重点是前任市府临走前两个月 他核定给他重新核定给他 他可以盖 所以那时候在前年那时候我们看到这案件的时候 就觉得哇死定了 下面的排水一定会出问题 因为那么大的山体都不见了 它的水直接往下跑 这个山不只是有山体含水的问题 他还是顺向坡 他三分这以上都是顺向坡 然后就要盖836户 就是盖在这边 它的水线你可以看到就是 所有的水都会汇流到下面的上人街 它就是一个Y字路口 一路往下接街道上的下面上人街 高地差有多大呢 你可以看这张就是 红色圈圈的地方就是建安开发的地方 他就是直接汇流到这边 我们在9月底那一次强降雨 难道就在淹水跟沉灾了 更何况山头的台风带来非常强大的降雨量 这个都是在9月底那时候其实就拍到的照片 你已经看不到路面了 然后所有的路都在冒水 就是你路过可能以为他是小山水 但你可以看到他旁边其实全部都是住家 当初这个建安在开发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问 我们也在问市府 请问你要怎么确保底下的住户不会淹水 他会不会变成人祸 然后市府后来谢市府说 他重新要求建商要送水保计划 但我们那时候就在讲说 请他的排水不要进到上人街 你另外跑 就他水保计划核定了 结果现在还是淹大水啊 那我们也要问说 请问金融市政府产发处 他的水保计划怎么核定的 他核定之后造成下面大淹水 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请问都发处在掌管营造申请 跟建筑开发许可的都发处建管科 你看到这么大的建安造成底下的排水损失的时候 你要公务处怎么办 公务处昨天在会看的时候就在说 当初我们设计的排水沟的含水量 不是长这样 因为当初整个山体会含水 水会留在土壤森林树木底下 但现在全部变水泥 你可以看到就是底下就是 他全部都水泥化 然后未来这边要盖863户在这边 他只剩水泥了 水往哪里跑 水就是因为水泥本来就不会吸水嘛 水就是水泥跟泥沙就是 把他临时性的制宏旗 弄满之后全部往下跑 然后随着泥沙一路往下流 甚至昨天在会看现场 我们问说 请问你的临时性的制宏旗坐在哪里 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民众 包含我自己是听懂的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设临时性的水泥设施 那是现在的市府 应该要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的 不然如果说今天前任市府 重新核定给他建造 已经够离谱了 但现在的市府觉得他盖860几户 带动地方发展跟房价好棒棒 然后什么都不管 然后底下的居民在承担你开发的影响 请问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我要再问一次 你怎么会把营件成本外部化呢 你看昨天我们去开排水沟 就是这个照片很有趣 台风已经离开一个礼拜了 然后没有什么下雨 水还那么高 然后里面都是黄水 全部都黄水 然后里面泥沙都满了 那我们要市府去清淤 市府也会说 这个其实不是我造成啊 怎么会是我要来负责清呢 那问题就会是市府跟开发商相互推卸 择来推去 但受苦受难是谁 是我们是民众 那如果你今天你针对山坡地的开发 你在标准上面已经不严谨了 他造成灾害之后 就回到刚刚耿惠一座也有提到的 如果今天这个山坡 开发商还有一个开发商在 但如果今天他是没有任何开发作为 他是私人土地的土石流 他就是土石滑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这一次台风造成的灾害 他们所有的特点就是全部都是私人土地 这个是一整座山在今年4月地震的时候滑落 滑落完之后呢 那个后面的住户就开始烧香拜佛 这个后面是男人公墓 这个在过港 就是也是一个大型社区的后山 然后那后面就男人公墓 他们那时候地震整个山里滑落 然后每次抢架雨没雨季 然后包含是9月底的抢架雨 然后10月散透的台风 住户之前烧香拜拜 因为地主就不出面了 地主完全不出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他造成就是 这个是他后方 他距离他距离社区就只有那么近 就是第二张照片 如果整个山体就这样滑下来 他什么都没有做 那最后承载是谁 受苦的就是现场的居民 早年基隆市 我们针对山坡地附近的建案 的那个建造许可 就是发的很松散 甚至有点随便 结果现在问题是现在住要承担 我们一直在讲说 如果今天你私人地主 是否不能够去帮他做 那个可能是挡土墙 或者是避免山坡土石流的相关设置设备 因为会有土利的问题 但你能不能协助民众去建制监测的设备 不然像这边的几个民众 就几乎都在问说 我到底什么时候跑 就是当降雨量到什么时候的时候 或是山体到什么时候滑落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该离开该撤离 这个标准他们根本不知道 因为现场没有任何的监控设备 中央跟地方设置的测降雨量的 都是统一一个系统 他没有特别针对这几个受灾户进行了解 了不起市府能够做 就是在降雨来之前 台风预报来之前 我尽量去现场看 了解一下你现在山坡的状况 可是一旦台风进来了 梅雨季进来了 开始下墙降雨了 市府不会再进来了 除非你成灾 但大家在问是我要怎么做预防 所以如果说今天 现在的市府有补助居民去申请墙面彩绘 我相信梅雨老大也知道 如果你都可以补助民众去做墙面彩绘 那你难道不应该补助 甚至协助这几个受已经成灾的社区 去装监控的设备吗 生命安全跟城市的美貌 美貌到哪个重要 当然是生命安全比较重要 但我希望市府在这个会期 可以认真评估这个方案 不然这几个受灾户 一旦市人地主摆烂 诉讼打下去非常久 他甚至五年四年都跑不掉 然后他的山坡就还是长这样 就算他去提告了 你的诉讼没有打完之前 地主还是摆烂 还是放着 那大家还是住在这边 所以你的监控设备真的要先去想 怎么协助民众去安装 不然面对市人地主真的没辙 公部门了不起就动作慢 但他会进来做 然后你还可以沟通我们民意代表 还说得上话 但如果今天市人地主 我刚刚提的所有地主 几乎都在台北 他们没有在基隆 早都找不到人 然后甚至有些地主 他可能已经枉生了 他是由他的小孩子来继承 更加无解 这个是此刻基隆 是我觉得应该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是真的就是地方的新生 没想到你昨天去会刊 对啊 你等一下会不会被奸上去杀 反正去年 应该就这两年在开说明会的时候 现场是直接在吵架 因为很少民意代表会愿意处理这种事情 是 那当然因为我们就真的是 没有政党也 我也没有家属 我觉得是你问题总得解决 他的开发案要开发我真的没有意见 真的 但是你不要 就像是昨天就是市府在讲 所以你不能因为你的开发案造成我下面排水沟的压力啊 那其实是内息委也违法水保法 可是我说你就是你没有一直去监督他 他的那个设备设施设备就没有在积极做 你真的充满了正义感 那其实这就是地方新生 因为真的很担心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另外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友善行人 我们要请教耿惠一哥 谢谢 我想行人友善啊 那改善空间啊这个老师 我们要在这边啊 我跟关也不得不向我们的谢市长来表达肯定 因为是我们金融市政府 谢市长上任以后是首创 真的是首创全国首创 那整个他在这行人友善改善空间这个 当然啦 进步的地方还很多 所以我简单的讲 他在整个设施里面就像改善措施里面总共有 大概五项里面有做到 马上做的就 那个 立底的那个行创线 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的讲就是到了 到了9月之前的话 他总共有完成了161处 然后在我们 行人找开十项那里面 他共在9月份总共他施做的大概68处 这不见得我们所有前台湾人都有做这个 还有行人的他的整个 专用10项他共成到9月份完成了11处 然后就是在批 批户岛里面就是共他截至到9月份共完成了3处 然后截至在增设标线行人道到9月份共完成了大概15处 那个退缩行创线总共截至到9月份共完成了6处 我想整个在整个伤亡死亡率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从我资料收集的话 行人的伤亡 略减 我们叫他111年是属于林市长的时候 叫111年减少了32.31人 等于防止下降了22.86% 那也经过我们内政部 那个全国等于都知冠了 然后资料是我们那个全国那个警政署来自的相关资料 然后在交通部来讲官方资料的显示 交通部于就是113年9月份 全国公布上半年1至6月份的道安成绩 本市每10人死亡人数为3.04 以本岛各县市仅次于台北市2.23人 在行人方面每10人死亡人数为0.55人 以本岛各县市仅次于花莲跟新北市 等于是说我们是全国第三 等于说在推动那个人本交通这个成效 显著有表现的结果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可能会显示的就是 其实市府在交通的部分 其实对于打造更安全的城市做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剩下最后两分钟 关于 最后两分钟老师 好那最后两分钟就是 我想我反而想要讲一下快速讲一下公秀 好 我觉得行人友善这件事情确实是市府很有效的政策 可是当你在推行人友善数字已经逐渐下降 然后排我们的死伤数也已经越来越低的时候 最好的政策就是绿色交通城市 其实就是工程运营坦德这件事情 绿色交通 对你可以知道就是当今天 行人友善这件事情不只在讲行人死伤数 跟那个就是那个里让行人 更重要的是我要怎么降低自驾率 然后提高大众因素使用率 然后更让大家可以安心的上下车等等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是市府现在此刻 接下来谢市府应该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就是怎么做公车营运改革 公车数的营运改革就是你的负债量是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但有一个大的问题是 我们司机人数全台湾的司机人数都在往下掉 我们110年的时候人数只剩253 253人是维持基隆市公车最低营运人数的数字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年我只剩244 所以我整整少大概10个人 然后甚至此刻可能都还在下降 我觉得既有的班次我已经开不出来了 所以你要再征班征路线那几乎不可能 司机的劳动状况已经更辛苦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公开招考的那个离职率跟留任率 是离职率越来越高留任率越来越低 就是我新的司机可能招进来 然后但是会有四分之一左右就直接离开 然后留不住新的人 然后老的司机还会退休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司机人数越来越一直往下掉 你到最后就要处理两个问题是 第一个是我的运价补贴 到底要不要完完整整给公车处 我们私下问公车处 他们到现在都不敢承认的 其实就是每一段票 其实不是15块 是37块 成本 每一公里的成本是86块 所以你就会知道 然后当市公车载一个成年人 我收到15块的全票 但我还是亏20几块的时候 他怎么生活啊 他连生存都是问题 更何况说今天社福卡或是各式各样的补助卡 他给的补助额度不一定够的时候 他连全票都亏损 这个是市公车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司机人数不足 全票也亏损 现在有288 对啊 所以他们还是亏啊 因为288只会补到15块啊 对啊 所以像1200或2887 对于大众运输业者 客运业者跟公车业者来说 他是更加辛苦的 因为你的运价补贴 如果没有给足 你只给我到15块 我还是亏啊 我们基隆市公车 现在面临到困境就是这样 所以像小黄公车 全台湾各县市 绝大多数县市 都有的小黄公车 他什么时候要推动 小黄公车弄最好的 其实就可能会一直在强调 今天我如果要让偏远路线 可以被照顾到 就是小黄公车 让小黄公车去跑偏远路线 然后我的主要的路线 由大的公车再开始跑 是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 今天时间因为有限 所以很感谢两位一桌 跟我们谈了这么多 眼睛唯一声音量 就请听地方的声音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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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